红十字会 电玩暴力等同战争犯罪 电玩如《决胜时刻》深受喜爱 但红十字会说违反日内瓦公约 因为玩家实际上就在进行战争犯罪 但并无证据显示 虚拟世界的暴力会提高实际犯罪率 就像赛车游戏并不会让青少年 想向其他车子砸灰壳 电玩也不会加强青少年 在公众场合投钱的技巧 但红十字会仍强调 丢一名电动玩家实际上已违反国际法 这样的行为不可被误息 如果红十字会赢了 变得玩家们要何去何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